無論爸爸媽媽 公公 婆婆 哥哥 車車 電話 車車 有病都會去看你 那時候其實不如搬到我家 無論晨天 陰天 雨天 春天 秋天 冬天 夏天 什麼的天氣 你都掌過戰友 幫我打氣 唱完了嗎 輝仔? 唱完了? 那句件衣服給我聽一下心跳聲 哦 你見到這一層的化狼質已經磨蝕了 就露出裡面黃色的象牙質 磨牙有機會令牙膏附近幾組肌肉痛 甚至乎會頭痛 張太太 我幫你兒子弄了一個軟牙膠 可以保護牙齒 但你要記著提醒他睡覺的時候 一定要帶著睡 不過他除了說牙膠痛 頭痛也沒有改善 天天說痛, 晚上說痛 食指痛也沒什麼用 按照我看 他頭痛的情況未必單單是因為磨牙 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所以我建議你們看回你們的家庭醫生 他沒有長期看哪個醫生 那不如我轉介一個家庭醫生給你們 謝謝 還有什麼? 沒有 拿出來 放我, 過來找我 暫時只是技術性 所以中長線投資絕對沒問題 你放心 那你幫我看美國的事 我全靠你了 有什麼隨時找到我 我二十小時間找到 就這樣說 就找到我 好, 再見 什麼事? 你做事怎麼這麼沒計劃? 牙醫說 兒子慢慢忙, 又整天頭痛 Sandra? 我先跟你說 這麼快放火都不好了 吃飯吧 我跟郭先生聊聊天 好 待會再說 張崇基 好 你轉來我留校大半年了 還沒適應? 是沒適應 還是不是沒適應? 你不喜歡跟別人說話? 對 好 看完醫生就回家了 Mini 我不會回來吃飯 沒有吃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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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崇基 我替你做個檢查, 好嗎? 平常的 但有不舒服告訴我 好嗎? 好嗎? 不要擔心我看張崇基 應該沒問題 不是壓力痛, 也不是偏頭痛 更加不是鼻炎 不過頭痛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成因 有時候精神壓力大, 緊張 都會到處頭痛 最近是不是就來校試測驗 所以很緊張呢? 功課多不多? 他一直在晚上玩網上遊戲 你意思是一、二、三、四? 有時候是三、四 我也喜歡玩網上遊戲 但我不會打到三、四點, 這麼辛苦 你玩什麼遊戲機? 轉成遊戲機?我打到二十關 勾了 那我遲起步 長時間玩網上遊戲機 也有機會導致精神壓力很大 然後頭痛 每個人都是這樣打的 我以為你懷疑你的頭痛 是因為長時間不夠睡 我開了一種肌肉鬆弛藥給你 但你要配合我 不要太長時間打遊戲機 因為你長時間打到頭 會導致後頸肌肉過腦 這樣就頭痛了 你會不會這樣坐 越坐越累, 越坐越不舒服 不如試試這樣 把背部貼著 貼著椅背 臀部儘量向後坐 這樣坐 試試吧 我試試吧 如果沒有其他不舒服的 可以出去拿藥 不要叫小孩 下次不用姐姐來陪她看醫生 不是我說要的, 我是獨行俠 Long Ranger 好, 見你了 好, 走… 我是小徒醫生 尤家? 是小徒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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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全國頭筆 全家就跟你學習吧 打人要預約我的 我呀 沒東西聰明 資材就夠毒 打遊戲就不用責任 唉, 找些東西借好一下 我先打算 是… 對, 糟糕怎麼會這麼快就倒閉 你說是不是? 我不跟你說, 明天回公司再談 雞 怎麼樣? 為什麼沒吃飯? 不好, 我就不吃了 說了多少次, 餅乾不好當飯吃? 行了 行了 功課呢?做完了嗎? 做完了, 很久了 別裝傻了 什麼? 明天要上學, 快睡吧 五分鐘了, 再多五分鐘 記得要睡覺, 戴牙膠 好了, 戴牙膠嘛, 走吧, 走吧 加上手, 戴牙膠 還沒睡眠 我還沒睡眠 第一次看見 你怎麼樣? 在這裡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搞點東西 你好 這個病人不舒服 很痛 進來,替你檢查一下 吃了東西 對了,管理處 這次是禮珍,待會兒來談 蘇醫生 原來樓上的文具店收拾了 交到我去隔壁街買 又收拾一間? 昨天隔壁貨店的老闆 才跟我說他受不了 希望不要全部開了金舖 還不玩電話? 不好了 看看衣服 待會我按到哪一處最痛的 你就告訴我,好嗎 哪一處最痛? 昨晚 吃過甚麼? 不是,吃過那些 那就是零食 好了,準備衣服,下床 你有這麼特別的飲食習慣 我的藥可以幫你治得痛也沒用 治不了肚餓的 自表不自本,大家在這裡花時間 還記得我隔壁有一個正確坐姿 記得 還記得,不過不做而已 很忙 那昨晚打遊戲打得很好嗎? 不是 不是,即是等於打到天亮? 沒有打天亮 那你知道我想說甚麼嗎? 不知道,沒有打遊戲嘛 那又不是,不是不打遊戲 不過打遊戲的東西是玩而已 要停的,對吧? 懂得停就行了 好,玩一會兒停一會兒就輕鬆了 你還在玩那隻鑽石遊戲嗎? 沒記性 你二十厘很弱雞而已 我兩天也五十厘了 我喜歡玩就行了 不過今天你的狀態真的很差 對,又累又痛又晚睡 這樣坐真的又痛又累又晚睡 不上學真的打遊戲? 不上學真的打遊戲? 甚麼呀 胃痛不舒服,請假的 胃痛? 沒有,問一下而已 關心呀同學嘛 原來你是那個神級獨頭俠 你的隊伍已經打進了全國頭三 看你的樣子真是想不到你那麼神 又怎樣 我們可不可以進去隊伍 很熟嗎 就是這樣 明晚十二點就下 誰上到頭一呢 就可以跟AppleBB來一場網上格鬥 你不是不想 又怎樣 很麻煩 今晚魔術終極戰 廚藥準時安安 大王 何太太 你好 你真的要過來我診所看看 整層樓的裝修很好 順便想想要不要過來幫忙 我診所的病人看了我十年八年 如果一下子說不做的話 我想對大家都不是那麼好 你別這麼說 我知道你喜歡做醫生多過做人 不過你不嘗嘗怎麼知道 或許你很喜歡也不定 我們一會兒問司徒有沒有興趣 對了, 不嘗嘗怎麼知道 別耍我 加了百年五十五, 你就頂得住了 不知道 不過我又不想加病人診金 司徒怎麼想 還沒正式跟他談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 做事不太輕重 他會分輕重 那些病人很信任他 我知道 我也知道如果他做事 集中一點, 可以更上層樓 這件事學到你一半就好了 哪有呢?其實他是一個… 一直走一直玩, 不好玩嗎? 不好玩而已 那你怎麼玩? 我都要知道那些小朋友 為什麼這麼廢話忙餐 都在玩遊戲 那你現在明白了嗎? 我真的不明白 那就浪費時間了 各位爸爸 我們現在的團隊 都打成了頭二 你都教我們了 隊長超班 跟Apple BB格鬥在望 別讓我分心了 明天早上要是冥王星, 晚安 好 今晚魔域終極大戰 誰縮沙誰勾 今天客人 你幫我跟進去 機仔, 睡了嗎? 機仔, 睡了嗎? 幹甚麼?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 這麼晚還打遊戲 明天還要上學 你真的要上班 你不去睡 機仔, 媽媽今晚想跟你聊 聊甚麼? 我沒話要跟你聊 你每晚都不跟我聊 為甚麼今晚要聊 機仔 我轉了校半年了 你有跟我聊過嗎? 我身體不舒服 你有跟我聊過嗎? 沒有 一次也沒有 沒有話要跟你聊 你走 你走 可以好看嗎? 你知道嗎? 是要來沒有 不 Aust push 我沒有跟我忍耐 我應該要問你 我才想交וח 要去反應 小子, 起床了, 上學了 基仔, 起床了, 別再睡了 基仔, 基, 什麼事? 什麼事?基, 什麼事? 基 基, 你怎麼樣? 我全腰痛得動不了 不用怕, 媽媽在這裡 媽媽立刻帶你去看醫生 但是… 對不起 兒子, 她怎麼樣? 我不是太嚴重了 因為重機平時的坐姿不正確 加上又長時間動都不動 她在玩遊戲 導致肌肉僵硬 引發了一個急性腰背痛 待會姑娘不帶肢子痛症 待會肌肉就會舒服人反無事 有沒有時間? 聊兩句吧 這邊 張太太, 你喜歡玩遊戲機嗎? 什麼? 不…你知不知道重機很喜歡玩遊戲機嗎? 我當然不知道 不過你知不知道 她從小到大都沒有朋友 又不喜歡做運動 難道我連她唯一的興趣都不給? 不是, 我不是叫你不讓她玩遊戲機 我的意思是 你有沒有嘗試跟她一起玩遊戲? 但我也不喜歡玩遊戲機 其實我也不喜歡玩遊戲機 不過最近有很多病人 因為玩遊戲機令身體痛 所以幾天我都強迫自己去玩遊戲機 嘗試找出為何他們會這麼沉迷的原因 初時我覺得很難玩, 不想玩 但後來我發覺 當我掌握到玩法之後 就會取得更多分, 過得更多關 越來越過癮 不過呢? 後來我就會不停地玩下去 因為是否過癮我已經不在乎了 因為我已經上了任務 張太太, 我經常舉個例子 就好像你很肚餓 於是你去吃東西 但吃的你也不飽 於是你會怎樣? 不停地吃吧 張太太… 但是我可以做些甚麼呢? 跟她多聊天 試試感受一下 她正在經歷一個怎樣的世界 不如你幫我跟她聊 不行 我只是她家庭醫生而已 她有甚麼生理心理問題 她說我可以幫她 不過要發展親子關係的話 我又沒辦法取體家人的地位 不過其實有很多公共資源可以幫你 例如一些社區中心辦的活動 這些資料你可以拿回去參考一下 再不然的話, 我可以幫你轉介 今天每四個小時來寫一次 每次寫一粒 飯包都是飯後服的 謝謝, 謝謝 單車不是這樣踏的 你坐直, 左右平衡, 眼向前望 見玩才轉 走吧, 還玩嗎? 好, 還教小朋友踏單車 打遊戲而已, 真單車, 我沒踏過 踏單車好玩就打遊戲吧 踏單車, 一學就懂了 這麼厲害? 但是踏單車是講求平衡和坐姿的 又是坐姿 司徒醫生也教過我 雙骨要靠著耳背, 會不會錯一點 還有, 要眼睛向前望, 左右平衡 你試試看 你小心, 慢慢來, 不用急 還怕? 等腰鬆了之後才慢慢練 走吧 謝謝 小心, 你坐著我 兒子, 你最初也有毛牙嗎? 現在沒有了, 只要香口膠 你少打遊戲機, 人家比較鬆 可能連弱也不用吃了 你跟司徒醫生一人超煩 整天債 超煩的, 不如轉去看另一個醫生吧 那又不好, 他煩得來也不太弱 對, 是不是會玩遊戲機嗎? 那最近有什麼遊戲不好玩 小心點, 這裡有很多人認得你 Apple BB? 誰來的? 說你也不會 我們何時再來司徒醫生到屋塵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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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多一些家庭醫生的資料 請瀏覽衛生署網頁 參加有掌問答遊戲 請登入港台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